不同於市區的景象 沿途荒涼 路面更是顛簸 刺激要把物資送到 離首都最遠的拉斯佩尼亞斯 抵達時已經是下午4點 市長特地邀請樂隊來演奏 歡迎志工的到來 我們有很多家庭的祝福 我們帶來希望 我們帶來的信息 愛、正確、信心 但我們帶來的歌 這麼豐盛的 讓我們帶來的愛 場地在社區學校 等待場地佈置好 已經是晚上8點半 路夜後的校園 難得如此人期望 每一戶人家都能夠拿到七樣物品 其中包括了37公斤的食物 這足以一個月不用憂愁 他們也從沒想過 自己能夠拿到這麼多的食物 這裡的居民大多以製作磚塊維生 日子過得困苦 這次的疫情更是雪上加霜 這份援助來得及時 有些人 有些人 你們可以看到 他們需要 或是給他們一手 如果他們不需要 就說一天好 一天好 讓這個世界更好 感恩也不忘互助 這樣才能夠讓這份愛 越來越有力量 大愛新聞之上美之工 波利維亞報導 我們很 향好 我們今天就有一點 表達 我們非常之高